259集 眼看着唐三色放的蜘蛛网即将就在鬼虎的身上 他的身体忽然之间很诡异地闪了闪 原本一只鬼虎竟然变成了三只 在蛛网触摸之下有一只蜘蛛就消失了 而另外那两只就更加快速地撲上来 这个是鬼虎的天赋能力影分身 大木白低声一矫 他身上四个云环同时闪燃 在鬼虎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迅速膨胀 这个时候眼看着鬼虎已经撲过来 他想都不想就顶上去 一对虎爪向前一拍 口中白光冲声射出来 白虎烈光波发动 魂力的提升令到魂技的威力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而大木白的目的又只不过是为了挡住这只鬼虎的撲击 于是在白光乍燃当中又一只鬼虎消失了 不过毫无疑问 大木白所攻击的其实也是一道幻影 就在马虹进和小母同时迎上去 准备合力去攻击鬼虎本体的时候 他庞大的身体黑光一闪 再次分出两度分身 这个时候他已经来到大家的面前 三个身体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向着幽香以罗仙品扑上去 有了之前的教训鬼虎也学正了 假使已经变到他们大家都不知道哪只究竟才是真的鬼虎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的眼中指金色光芒渣燃 他只是匆匆忙忙地立了眼 已经大叫到 左边的才是真的 竹青小心 在刺激魔堂的注视下 鬼虎终归都是蒙所遁影 唐三这对眼虽然不可以说火眼金睛 但是达到了戒指境界之后 他的双眼甚至已经可以分辨得出能量的属性区别 气息波动不同的三只鬼虎 当然被他一眼就分出来 这个时候面对鬼虎真身的人就只有朱竹青一个 在朱竹青的背后是凌云永和奥斯卡 这只鬼虎无疑是非常醒目 选了个最为脆弱的方向来发动攻击 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毛激都已经蓄势待翻 一旦史莱克七怪挡不住这只鬼虎的攻击 他们就会马上动手了 史莱克七怪配合了这么久 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境界 眼看着朱竹青遇险 唐三眼中的紫金光芒突然变得强大起上来 所有人只觉得非常残眼的光芒一闪 那只鬼虎唐一声大叫 向前撲的势头即时减慢了几分 而另外两道身影也都化成了乌有 朱竹青很清楚自己身后已经没有可以闪避的空间 他不退反准反而向着鬼虎冲上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三股热流从他的背后涌入来 力量、敏捷和魂力同时大幅度提升 令到他的状态超越了巅峰 幽冥突刺发动 朱竹青叫小的身体 竟然直接向着鬼虎撞过去 他的利爪毋不留情地在鬼虎的颈下一挖而过 留下了几道深深的伤痕 而受到了唐三精神冲击的鬼虎 在剧痛当中清醒过来 他大声咬一声叫 全身黑光瀑涌而出 身体突然张大 竟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横而开去 硬地避过了朱竹青跟着下来的幽冥伯爪 只不过 这番短暂的阻挡就已经够了 大木白高大的身体 已经从旁边扑上来 强横的身上 所有虎闻变了金色 大叫一声光芒爆发 以他为中心 无数拳头大小的金光球 瞬间锁定了鬼虎的身体 全部撞上去 这个 大木白刚刚得到没多久的第四魂技 白虎流星羽 讲到攻击的爆发力 或者 大木白的第四魂技 是比不上肥仔的凤凰 肖天击的 但是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锁定对手 一旦锁定了目标 那么所有 由魂力幻化而成的白虎流星 就会密集地攻击同一个对手 而最拿命的是 这一招 既可以是同时所有的攻击 集中在同一个对手身上 亦都可以是散发开去 同时攻击不同的对手 每一粒流星的攻击力 就相当于大木白本身魂力的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 这个魂环对他的增幅效果是多么强烈 那些流星 足足有百多粒 如果鬼虎 之前没有受到唐三的精神冲击 他或者 还可以施展自己的分身技能 来尽可能地避开大木白的攻击 但是 加时 他的大脑已经受到了 止极魔童的创伤 已经暂时没办法施展分身 无奈之下 就唯有用身体去硬砍大木白的攻击了 黑光一闪 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光罩 将鬼虎的身体罩住 每一点白虎流星雨 打在他身上 都会爆发出一声非常劇烈的轰鸣声 反正 咛咛咛咛咛的炸响声不断 一圈又一圈的金色涟移 在黑光之上暴涌出来 鬼虎已经将自己的身体尽量缩一块 减少承受攻击的面积 令到自身的防御力更加强大 而史莱克七怪的配合 多么有默契 凌云永手上托着九宝流离塔 已经为负责攻击的五个人 释放出自己的三个云技 除了力量和速度的增幅之外 他的第三云技 也就是千年云技 效果是直接对云力进行增幅 也就是说 但是唐三他们五个所拥有的云力 在正常情况下的140% 七宝流离塔武云的第一辅助效果 已经随着凌云永实力的提升 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当然 云技效果的增强 对于凌云永自身的云力 消耗无疑也是巨大的 同时三个方面的增幅 就算他已经拥有40级的云力 顶龙都只可以坚持5到10分钟 百虎流星雨的连番攻击 令到大地的泥土都全部捲起 而鬼虎就好像一阵 有一阵京陶骇浪当中的一只小艇 不停地被冲击 但是 这个人也确实是厉害 在这种冲击的面前 始终都没有倒下 百虎流星雨 终归都有结束的时候 而就在所有进攻结束的那个萨纳 鬼虎捞了一块的身体 忽然舒展开来 接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光球 在他身体里透射出来 向着朱竹青冲过去 这道黑色光影 在半空当中竟然凝聚成 和鬼虎身体一模一样的形态 甚至连大小都非常相似 恐怖的能量波动 令到空气发出轰轰声 非常耿耳的叫声 就好像那一片区域的空气 都被那道黑光重中斩开了一样 史莱克七怪负责攻击的五个人 这个时候将鬼虎围在正中央 鬼虎的动作受到太快 谁都猜不到 他在承受了白虎流星雨的进攻之后 口鼻都滲血 居然还可以这么快去 就施展出全力一击 那派堂三 想要释放蓝银草 去救朱竹青 也都已经来不及了 一只三千年以上的云收 薄老命的一击是非常可怕的 鬼虎就不像粉红娘娘的 那么缺乏攻击的能力 他之所以选择去攻击朱竹青 因为这个时候 朱竹青身后就是幽香以罗仙品 距离这棵仙草是最近的 只要朱竹青这边打开了缺口 他非但可以去抓到幽香以罗仙品 同时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兜开逃走 只可惜 这只鬼虎终归都是低估了朱竹青的实力和心旨 在面对黑色光影的冲击的时候 朱竹青竟然闪不给 身上的第三魂还紫光大放 他双手索一声在头顶上拍在一起 上手五只手指的利刃 以非常惊人的速度 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把长一尺多的利刃 同样的黑色光芒 也都在朱竹青身体里噴涌出来 他假使整个人 就好像已经化成了利刃的一部分一样 就这样向着鬼虎身上释放出来的黑光 上手一下劈下去 这个就是幽冰灵猫珠竹青 达到30级之后获得的千年运环技 幽冰斩 只听见 啰一声非常硬耳的爆裂声响起 右鸣斩的两边 空气扭曲 形成一片片水波纹的涟漪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这片涟漪在空气当中狂散开去 黑色的光芒 即是迎着在一条线上面 兜头直劈下来 正好就噴一声 劈在那只鬼虎所化成的幻影之上 在凌云永久保流离塔的辅助下 这一招可以说是朱竹青到家屎为止 所能达到的最强攻击 离人和黑光对撞 鬼虎的光影 在凤利的幽冰斩进攻下 彻底停下来 而幽冰斩也一瞬间斩入她身体一本 但是这一招终归也只是第三魂技 但是这一道黑光的进攻 对于鬼虎来说是拼命的一击 于是她身体跟随其后也飙上来 而幽冰斩的威力 终归也是被能量远远高于她的鬼虎分身所抵消了 或者是因为受到的阻挡 黑影在停顿了之后 立即以更加快的速度向着朱竹青撞过去 而这个时候 正是朱竹青全力释放完攻击之后 身力将尽 救力未生的危险关头 忽然之间 一道高大的身影 好像盾牌一样挡在朱竹青面前 没有搞任何花生事 那队带着白毛的虎掌 迎面的呜一声拍出 在一声巨响之后 那道巨大的身影轻轻吹了吹 只不过她怎么都不肯后退一步 正是邪谋白虎大木白 朱竹青的幽冥斩 虽然未能完全破开鬼虎的攻击 但是也算是争取时间 而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妙的大木白 马上赶到过来 挡在朱竹青面前 他以自己强大的魂力 监生地挡在他前面 帮他挡着剩下的攻击 大木白当堂嘴角甚血 只但是 他不理得那么多 马上展现出自己霸道的一面 向着鬼虎扑过来的身体冲上去 魂力凝聚之中 白虎护身罩发动 硬硬地撞在鬼虎扑上来的身体之上 二百六十集 白虎撞鬼虎 门坑声和大叫声几乎是同时响起 大木白的身体 吹了吹整个向后倒退 但是那只鬼虎也被他撞到刀飞出去 一度收场的身影突然之间无声无色地出现在鬼虎的背口 那对直不离的双脚已经跳住了鬼虎的颈 腰弓发动 小母的身体在半空当中完成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后空翻动作 在他那股强劲的腰力作用下 鬼虎长达三米的身体被他整个摔了出去 然后 呃 突然踏在地面之上 杀时之间 鬼虎都暈得一阵阵 这时候 红光一闪 马虹浚肥肥肥等等的身体 早就等了在鬼虎落地点的地方 就在小母的脚松开弹起的那个杀那 他的右拳已经非常准确地 呃 一踢在地面之上 扭曲的空气将他和鬼虎的身体完全招住 一阵非常谣亮的凤鸣声再次在乐日森林响起 而随着那只巨大的火鸟星空 鬼虎旁大的身体再都发不出任何响声 从朱竹青利用幽冥斩暂时挡住鬼虎分身的攻击 再到戴木白强横正面地挡住他撞飞他 小母从半空当中以游击来连接 到最后马虎旬使出后手凤凰笑天惊 你所有的一切 陷佔得好像行云流水一样那么流畅 整件砰 鬼虎含身火光的身体重重地跌在地面之上 他想要再爬起身 但是已经做不到 此热的凤凰火焰正是不停侵蚀焚住他的身体 先后承受了戴木白的白虎流星雨 和马虹旬的凤凰笑天惊 虽然这只鬼虎比起粉红凉凉 不知道强大几多 但是他终归都是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唐三那把很冷静的声音这个时候响起 竹青 触手 朱竹青兜过了戴木白化成一寸残影 就在鬼虎旬将冬奥前的那个扎那 凭借着自己幽冥突刺完成了最后一击 他的右手从鬼虎左眼深深地插进这只云朽的大脑里面 终结了他的生命 而马虹旬押好一级 将鬼虎身上 以及卡在朱竹青手臂上的凤凰火焰全部收回 为这次完美的击散 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 大师就好心急地大叫 三仔快点收起你的幽香以罗仙品 这个时候 史莱克七怪才会怀疑到 他们这边搞定完鬼虎 那边赵无敌弗兰德柳二郎已经动起手上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场中已经出现了七只形态角尔的云首 正是围攻弗兰德他们三个 如果不是他三个实力够强大 哪怕扭了一只史莱克七怪这边绝对顶不住 原来就在鬼虎出现 吸引了史莱克七怪进攻的时候 已经先后又来了七只云收 对付一只五千年左右的云收 唐三他们三个勉强还应付得来 如果再多一只 他们怕且就会出现伤亡 于是弗兰德柳二郎照无极 他们三个马上迎上去 帮他们挡住了后来的云收进攻 怎么不知 云收越整越多 而且一只比一只更加强大 再这样下去 怕且连他们三个老师都顶不住 所以 大司司叫唐三快将云收的目标收起身 唐三只是睬眼 对场中的形勢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 他想都不想向大木伯就说 木伯你带着鬼虎的尸体和竹青先中入毒阵 让他吸收云环 其他人跟我过来 大木伯饿了目 只不过也只是略略犹疑了下 他对唐三是信任 只不过心里面是暗暗苦笑 朱竹青这个女子皮姓本来就不太好 如果再等他吸收多一只虎类的母魂 那岂不是变了老虎那成鱼 但是 他的母魂也都是属于猫科的 而鬼虎又是以速度建清 所以 也都是这么巧就对了 随着大木伯和朱竹青 先进入毒阵里面 唐三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各种香肠 每个人 先吃一条恢复香肠之后 就马上向着佛兰德他们三个人那边聚过去 实力 什么叫实力 眼看着佛兰德他们三个动手 史莱克七怪几个就深深地体会得到 佛兰德 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个 都是七十级以上 云性级别的高手 这个时候 三个人并没有任何的配合 只是各自为展 只但是 顶住了那七只云兽的攻击 令到他们没办法再走前一步 之所以不配合 就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配合 而是因为他们不可以配合 三个人的魂技威力太大了 一旦真的互相配合起上来 反而还会互相影响 没办法发挥出足够的实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凌荣永就展现出 他家传的九宝榴梨塔的作用 在贵府被打败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需要帮唐三他们辅助 而这个时候 九宝榴梨塔之上 三个云环再次闪动 化成三道流光 同时注入佛兰德他们三个人的身体 九宝榴梨塔的辅助作用 对于越强大的魂师效果越好 这一点 史莱克七怪他们个个都知道 因为他的辅助是百分比的提升 所以基数越大 提升效果也会越明显 但是真是应用到实战之中了 那种扭转乾坤的恐怖效果 都是令到唐三他们吓了大条 只见佛兰德他们三个身上光芒同时报章 之前还不断地向他们发起进攻 已经令到他们有点疲惫的七只云兽 加使给他们几个同时逼腿 只可惜 凌荣永的辅助也只能持续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事关今次 还是他第一次去辅助 魂力远远高于自己的魂师 跟辅助史莱克七怪的感觉完全不同 凌荣永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他已经觉得自己的魂力就好像被抽空了一样 全身有种讲都讲不出口的难手 弗兰德大喝一声 退入独阵 他这么决断也是迫不得已 事关他又见到在森林里面 又有十几只魂兽 而目标全部都是向着这边 又向以挪仙品 向气浓郁 敬久不散 这个时候虽然已经被唐三收回入百宝囊之中 但是那阵气味还在响树 后来的那些魂兽 有不少 竟然还在万年收回以上 这样一来 就不是弗兰德他们三个可以顶得住的了 史莱克七怪和大师他们就趕快退到入独阜布置的独阵之中 而弗兰德他们三个虽然又没有了灵荣永的辅助 只不过他们什么了 打不过了 走就怎样走得掉 或者是因为这个独阵已经在很久了 所以威胁效果非同小可 正如唐三想象的一样 整二十只魂兽一路追到独阵外圈的时候 马上停下脚步 只能够发出一些远程的攻击 只可惜距离始终都是有限 被弗兰德他们几个挡了几野就全部挡了下来 而史莱克学院整班人也都已经设到入独阵的内部 不是这帮魂兽可以攻击得到的 可以吗 你的天品药土 效果真是没得顶 弗兰德还深方方地看着外边数量还在增加的魂兽 谁说落日森林里面没有强大的魂兽存在 外边已经聚集的二十几只魂兽里面 至少有六七只实力是上万年 甚至有一只魂兽的收围还接近三万年 而剩下的魂兽大多数也是三千年以上 哪怕是容易冲动一点的柳二龙也明白 这么多高级魂兽就绝对不是他们可以匹敌 只能够暂备锋芒 大师眼光看着旁边在吸收魂环的朱竹青 有点欢喜地说 总算没白费功夫 那只鬼斧相当不错 不理是技能还是属性 都跟畜青好陈 唐三这个时候 还一直在观察着外边的魂兽 由于幽香以罗鲜品的那股味还没散开 这个时候外边的魂兽依然在毒阵那里徘徊 一边去索着空气当中的味道 一边虎视眈眈地望着这边 至少在那股香气散开之前 他们是打死都不会走的 唐三立起右臂的衣袖 很快地将上边的飞天神爪射下来 递给一边的弗兰德 弗兰德有点丫头地说 搞哪科啊 唐三说 院长外边这么多魂兽 有几只是很合我们用的 他们不敢进毒阵里边 我们将需要的捉进来然后杀死 以你和赵老师、二龙老师的实力 将他们捉进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弗兰德听唐三这么说 亦都当堂吓了跳 丹底 你说笑而已嘛 你不见外边多少魂兽吗 只要我们一出去 想都不用想 他们就会一起攻上来 就算是我们也没办法全身而退 外边魂兽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瞬间都爆发出来的攻击力 就算是封号斗罗 亦都未必搞得他行 唐三笑一笑 空有成竹地指一指 他手上拿着的飞天神爪 所以呢 我才将这件事给你嘛 有了它 你们根本就不用出去 屋伯 我儿子 将你们的飞天神爪 借给赵老师和二龙老师用下吧 听唐三这么说 弗兰德就很好奇了 啊 原来你这小子还有这招的 虽然家使 他们还没明白唐三他们想怎么做 但是 从唐三的表情 弗兰德已经看出来了 唐三对想做的事似乎把握不小 从提出设置的独阵开始 他很明显心里面已经早有计划 是一环接一环的 讲到心思细物之处 甚至超过了很多大人 难道浩天斗罗基因 真是耐得这么教官呢 唐三在弗兰德他们三个的好奇目光当中 帮他们将飞天神爪 带在右手的手腕之上 然后将使用飞天神爪的方法 好仔细地说给他们三个听 261集 唐三向着弗兰德他们三个 好详细地说了飞天神爪的使用方法 好奇上来 三个老师马上在独阵里面试了好几次 对飞天神爪的精巧之处 个个都忍不住大赞起身 尤其是在材质和制作的精细程度 更加令到三个人真是爱不惜手 佛兰德这个时候 佛兰德这个时候 都不急着去对付外边的云兽 他眼神相当狡猾 用他有着多少次里根的特殊声音 向唐三说 啊 丹弟啊 我们不如丹丹他 唐三的话头醒美 他一见佛兰德的表情 马上就笑起上来 哦 没问题 除了飞天神爪之外 其他什么都可以商量 呃 佛兰德话到嘴边的一番说话 让他一句说话就直到鼓声吞翻落土 旁边的柳二龙呢 好鄙视地望了眼佛兰德话 你呀 为人师表 竟然猴住那些小孩的东西 三仔呀 你说 这样好不好呀 二龙老师呢 和你交换 一会儿你看中了外边哪一只云兽 你就告诉我听 我帮你搞定它 然后你都做个飞天神爪给我来 由于柳二龙的身形 和男人不一样 他观察得要比佛兰德更加仔细 他发现 每一个飞天神爪的大势 都是略略有些差别的 他即时一明白 那样东西是唐三两身来定造 佛兰德更加仔细 他还没等唐三开口 已经忍不住说 嘿呀 你读得加仔细 我不读得吗 大不? 我都订回个 怎么说都好 我都是你老的大佬 这条面怎么都要比一下吧 唐三看一看佛兰德 又看一看柳二龙 那心真好笑 其实也难怪佛兰德和柳二龙对非天神爪 那么有兴趣 因为这种东西真的很实用 而且在关键的时刻 绝对可以起到救命的作用 财质又好 人性又足 戴在手上一点都不会觉得是类罪 就好像是一对贴着手臂的护腕 那小小重量对他们这帮云尸来说 根本就不成问题 无奈之下唐三就唯有说了 好了 只不过制作这东西要浪费很多时间的 等这次高级云斯学院大赛结束之后 我再帮每个老师都制作一个了 弗兰德就吓吓一笑 哈哈好好好 那么老一点就不客气了 一龙 无敌 我们动手了 到底 外边那帮傢伙你随便选一只 你选到哪一只 我们帮你搞定它 大师在旁边 看到弗兰德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忍不住拎头 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 唐三说 还是先帮永永组一只 我不急的还要观察一下 弗兰德 弗兰德 暗门 都好 大师 你看下永永的帝地云环 选哪一只好点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 弗兰德 当然直接问他自己的意见就行 但是 其他人 都还是大师的专业意见好点 大师的目光 从外面那帮傅视眈眈的云兽身上掃过 然后举起手指着一只 即使说 永永的前三个技能 分别是增加速度 力量 和魂力 这样 第四魂技 就以增加防御力为主了 那只四千年左右的鱼甲兽 就比较对了 大家向着大师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只见 他指着的是一只 外形好像恶如一样的魔兽 体积就不是那么大 身长在五米左右 头上边有四只眼 四只粗壮到好像水桶一样 而最大的特点就是 全身覆盖了一阵黑色的板甲 每一块板甲 都足足有手掌的上下大小 看起上去非常坚韧 大师尋声说道 轮甲兽的主要能力 是埋身欲薄 力量极之强大 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 几乎可以无视 而绝大多数同一个修为层次的 魂兽技能攻击 所以 这三个 都是一起出手 比较稳固的 钢爪在半空当中打开 几乎一瞬间就准确地 挥在那只千年轮甲兽身上 芬兰德他三个 只觉得手腕微微一阵 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想要做的动作 飞天神爪的手感极佳 似乎就好像伸一伸手臂一样 但是 作为飞天神爪的制造者 唐三的眼睛就很快就收缩了一下 因为 他见到三只飞天神爪 在挖落伦甲兽身上的时候 竟然没办法 挖穿对方身上的板甲 只能够各自扣着一块板甲 没办法再深入半分 虽知道 以飞天神爪机关的力量 和本身的锋利程度 那把是金石 也可以轻易刺穿 由此可见 这只千年伦甲兽的防御 是有多么变态 不怪得知 他可以在万年的云兽群当中游游荡 事关 哪个对他这一块金蓝铛的骨头 都是绝对不会有兴趣的 还没等鱼甲兽挣扎 弗兰德他们三个同时 一声 魂力瞬间凝聚释放出来 就算那只鱼甲兽力量大得好得人惊 只但 握在他身上的飞天神爪 掌控住的人 是三个七十级云力以上的云星高手 瞬间爆发出来的力量 又变成是他一只千年的云兽 可以抵挡得住的 只见这只鱼甲兽的身体 封一声被拼上半空 然后打着转地向这边众人的方向跌下来 大师拿着这个时机 好及时地说到 他的腰海位置在他口腔里面 只有从那里才可以伤得到他身体的内部 他身体其他部位的板甲口道 加加迈迈 足足有他整个身体的一半 防御 比某些万年云兽还要更加厉害 好在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攻击技能 大师提醒得也是恰到好处 眼看着鱼甲兽从天而降 柳二龙冲一声飙起 作为黄金铁三角之中的杀绿之角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挺这么耐打的对手 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展现出他血腥的一面 而招无击弗兰德一同时收起鱼甲兽身上的飞天神爪 弗兰德大叫道 弗二龙啊 当着这么多帝鲁的面 你不是搞到血肉横飞啊 柳二龙应一声 行啦 只不过他另外一只手 已经挖在千年鱼甲兽的尾上了 顺应着重力的作用 他竟然将鱼甲兽长达五米 重量绝对超过千斤的身体 在半空当中 缝缝声 缝起身来的 接着 哼一声 所有人的眼皮 都忍不住同时戳了戳 整个地震了下 在毒圈之外的云兽 也都马上窒住了 而 那只防御力非常得人惊的鱼甲兽 整个身体 竟然被柳二龙 以霸道无比的力量 完全踏到地面的泥土之中 只得了一截尾露在外面 而这一截尾就捉在柳尔龙的手上 史莱克七怪从柳尔龙面上看到一阵微笑 但是他们知道 这些应该就是所谓的恶魔的微笑 伦甲兽的防御力虽然很高 但是庞大的身体被这样重重踏到地上 就算没有受伤都当堂天船地转 再加上他家使整个人已经被柳尔龙踏到毒阵里边 他深深吸了一口毒菇薄在毒阵里布置下来的毒药 身体机能正在快速降低 而这个时候在柳尔龙手上竟然就像一只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普通野兽一样 而柳尔龙根本就没有准备留任何挣扎的时间给他 一阵转热的红光声一声在他身上赞讽 然后笑笑口地对着大家说 我带着这只野兽去旁边玩一阵 你们先做着其他事先 荣荣啊 蒙起你对眼 跟老师过来 凌云永远偶晒地望着柳尔龙 但是他就动都不动 面上很明显流露出很惊青的表情 柳尔龙面色一寒 干嘛 你不相信老师又制服这只鱼甲兽的能力吗 那都行 你不用蒙眼 老师就当是当面上回课课给你 我…我… 就在凌云永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眼前忽然一刻 只见在他身后伸了块布过泥 将他对眼蒙住 而就在他因为对眼被人蒙住 而更加惊恐的时候 奥斯卡那把充满慈性的声音 在他耳朵边响起 荣永啊 你不用怕的 二龙老师他都是很容易来的 我陪你去吧 有我在书不会有什么事的 二龙老师啊 我可不可以和他一起过去啊 柳二龙望了奥斯卡一眼 闹闹闹闹说 嗯 那你就一起来吧 不过你是男人来的 不用蒙眼 见识多些东西都好 他一边说 一边将手上边 已经慢慢开始醒过来 又开始挣扎的鱼甲兽 不停摔起身 凭借着那股很强悍的力量 监生地扯着鱼甲兽 捐入到独阵范围 去到隔壁的树林里边 而奥斯卡就牽着凌云永的手走过去 这个时候 凌云永绝对不会觉得 奥斯卡牽着他的手 是在抽水 相反 他捉着奥斯卡的手 就好像捉着一颗救命的稻草一样 弗兰德无奈地领领头了 啊 奥斯卡这个追仔竟然这么勇 二龙也都是的 这么多年 他这些老毛病 居然越整越凄理 一路说 他一路找眼尾瞅着大师 眼神当中带着几分责怪的意味 而大师就根本没有跟弗兰德对视 只是低头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弗兰德于是大声向唐三问 阿丹仔 你想定要哪个云斗味啊 我和你召老子帮你搞定它 唐三眼中还流露出相当游异的神色 准确来说 在外边的云兽之中 有好几只都很适合他 但是 选择不同的云兽 意味着所行的修行路线完全不一样 第四云环虽然不像第三云环那么重要 但是你依然有着丞相啟下的作用 一旦选择定了 就没办法改变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以他才在猶疑不知道自己 究竟应该怎么选择才好呢